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他如果在外边工作很长时间 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吗 会 你说白天那个账房 晚上回家还行 情感这个东西 咱们都是人类是吧 很自然了 聚不到一起就是 剩下没有什么再可以说明白一些东西了 就用这个事吧 两个人不在一起工作 或者男的或者在外地 或者女的在外地 不经常接触的感情慢慢就淡了 一公里有的是 他都有生理要求 你生理要求达不到 那不跟你俩拜拜了 那不拜拜就怪了 我想问一下除了工作 女嘉宾你还有什么机会 会长时间的离开对方吗 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你去照顾 或带孩子之类的 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工作辞了 是可以一直待在对方身边的 是吗 那我替我姨问一下叔 你会介意他就是退休金少一点点吗 比如说你不到两千块钱 你会因为这个事介意吗 那不没有都不要紧 真的呀 叔你要是真是找老伴 你真的很适合找这样呢 还会伺候人还会做饭 还会为你身体着想 所以说两个人有一个观念的不同 就是男嘉宾认为如果夫妻两个在一块 没有时间交流和接触的话 一定会影响感情的 就要能聚聚不能聚就散了 是吧 女嘉宾的感觉是只要咱俩往一处使劲 即使是身在异地 咱俩的感情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就像马斯洛的理论说过那样的 人的情感当中 它是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那像姐姐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她们就是以生存能够活下去 能够生活得好 作为唯一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一点两个人是达成共识的 所以她们之间的感情 没有受到两地分居的这种波澜 她俩基础不一样 小姐 因为她是原配夫妻 从年轻谈恋爱中间又经历大风大浪 然后共同面对困难 但是你说阿姨叔叔还有多少时间可浪费呢 这个时候去说心里话 姨 不好意思 我站在叔叔这一边 我同意她的说法 到什么时候吧 咱就做啥自己的事 该休息就休息 更慌这男人不介意你挣多少钱 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 您现在如果不做这个护工了 一个月是一千多块钱左右 是不是 对 我想问一下 您对生活有什么奢望吗 因为什么呢 女嘉宾一直都是干活养家 我都怀疑你 退化的不会享受了 你规则规划过你日后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应该 吃晚饭的 想溜的呢 就出去逛逛公园啊 散散步啊 如果条件好呢 可以出去旅游旅游啊 还有啥呀 再就是说把自己生活水平提高一点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穿点好的 吃不一定就是说吃好的 小重就是说对胃口 觉得我吃这个感觉挺香就可以 不用说炖炖大鱼大肉 其实炖炖大鱼大肉 我感觉还吃不香 瞅您的 炖炖大鱼大肉的 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她把自己的生活规划了 要求还真不高 说得咱俩上公园里 遛个弯就可以了 实在再想提高点 咱就出去旅游 您最远去哪想 我去过杭州 散散 这该走的地方也走过了 只是说 有时候就是在杭州呢 就是我女儿在那 上散散呢 也是今年我女儿她们 上那去玩去 然后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也去 就是这么我跟她们去玩 就是没有说自主地 想干啥去 都是奔着孩子去的 是 就是如果真的是女婿 在外边不干了 回家你会要求她伺候你吗 伺候什么 不必要伺候 只要她能适应的话 我什么都行 你有啥很难 比如说我做的菜啊 我做的饭呢 可能没什么滋味 那你平下你手艺不咋地吗 我做饭 我说不好就只能做熟 我想问一下你家民 那如果你家干活有没有一种 说你看我给你家干活 还没有开工资 一样 我这两三千给她 你没有 他立刻给你把工资给要来了 就是男嘉宾你的退休金 是会交到对方的手里 由对方来管理的 对 不愿意的情况下 我不会强迫 那你的工资会拿出来吗 如果不够的话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你的工资 两个合在一块是不是 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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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择挖什么 我个脚 其实姐姐能够来到爱的选择 的确是对于你的这种心理的改变 特别的钦佩 因为实际你是在雇主家 生活的话 你也是衣食住行 照顾那个病人 但是如果真的一旦步入到 婚姻的家庭生活里面 那个经济收入就会没有 但是你依旧要为这个家里面付出 这个是我们心态 要急需转变的一个地方 能够来到爱的选择 真的是不错